還是我們在這裡公開我們的關係 而且他當初就說他不想要吃一個東西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對我的流量有一些幫助 昭然哥本身是一個流量也沒有很多的人 餅上流量女王嗎? 嗨 大家好 我是Karen 我現在非常匆忙的在趕路 因為我跟朋友有約 然後他們已經到了 沒錯 因為最近韓國觀光開放了嘛 所以就很多人來韓國玩 今天來的這位朋友啦 他可是一個大有來頭的人物 無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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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今天就是要跟他一起去吃飯 迎接大人物當然就是要準備非常高級的料理 那也請大家期待一下看我們今天會去吃什麼吧 那我們現在就要準備去餐廳跟他們會合 歡迎我們的貴客 夫妻 對啊 我的 所以我現在是來韓國剛好感冒 所以就是一個憔悴的狀態 這是我本人我最大咖的YouTube的朋友 但是對我的 他完全不用抱歉 我覺得我在韓國有遇到一些人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喔 你就是昌南哥 我大學是同一屆 他們每個人都非常的驚訝 他們都覺得你可能比我大非常多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為了迎接你 所以就帶你來吃韓牛 而且他當初就說他不想要吃一個東西 叫有螃蟹 沒有 就我們大學就都會學什麼生螃蟹啊 生的西蝦或有寄生蟲 這就是職業病 雖然說可能他們的醬油螃蟹都已經處理過 可能沒有這樣子的疑慮 但是職業病就是會擔心 可是韓國人他們都會吃 他們家庭都會定期每年吃一次寄生蟲的蛆蟲藥 這真的喔 對啊對啊 因為他們吃很多生菜 然後 每餐都有很多生菜 而且都是一個set 然後就會有一堆生菜蟲藏 因為那個寄生蟲好像是一家人 就是要同時一起吃 因為他們衣服什麼一起洗都會混到 所以就會約好一起吃 所以有寄生蟲會有什麼問題啊 會瘦啊 蛤 他有部分的狀況下 那我還不多吃一點 為什麼 如果一般寄生蟲就在腸道啊 在腸道就是吸取你的營養 所以自然而然可能會貧血會瘦之類的 如果遇到那種比較麻煩的 可能就真的會入侵五臟六腑之類的 那種比較可怕 因為輕微的你可能就是肚子不舒服 拉肚子啊之類的 然後可能營養不良 對 然後比較嚴重的 可能會跑到肝臟啊 跑到大腦啊之類的 所以就是看狀況 他是會把我們三個人都裝在一起 然後他這個是開胃菜 還是櫛瓜跟蝦仁 就是這麼直白 沒有什麼其他的名字 就是你不是這次私訊 然後跟我說你要來韓國嗎 我們的上一個對話是你跟我 你2017年的時候跟我說 跟你說我頻道常理的 對 我頻道常理的 不像是我們中間有六年 沒有任何的私下的對話 現在再來韓國之下 這部位是安心的中間部位 夏斯福里漢的部位 準備給你了 現在跟著蘑菇吃 或是蘑菇吃 吃的 請發表一分鐘的心得 我覺得牛肉滿嫩的 而且肉味 肉香味算是滿明顯的 我好奇 就是那牛吃生的就沒有問題嗎 大部分是會飼養的關係 就骨絲 大部分牛肉都是骨絲 就是它不會吃野生的東西 所以肌生蟲的 就是狀況會滿少見的 所以除了生食不吃之外 注重養生還必須避開哪些食物 我媽遮救了 好 業配我的線上課程 但我覺得還是不要這樣是好 我讓你業配啊 呵呵呵呵 這樣沒什麼能量 對 所以這次的部位 然後還有冰塊的部分 逐回紀錄 然後九 B vin growth 就是剪刀這些部分 就可以熟悉的這些部分 від Sauce 和湯蟹 或者 Isn't the richting 很多地方 比 Entonces我們每次都 princes 看起來好看 但是你有在做醫美嗎 沒有 你有為了當Kéwell 管理你自己嗎 沒有 好不好 畢竟你不是靠我外表在充足那口 所以你是動什麼充足? 動那個Lasek 喔 你是Lasek 可是我動的是一個 韓國這邊一個比較新的技術 叫做2-day Lasek 它的傷口比一般的Lasek還要再更小 對 然後沒有一個 其實它沒有實質上的物理性的傷害 它就是用那個雷射燒 就是上面那一 角膜上面那一部 所以你也有術後 你也沒有什麼感應或什麼 可是因為我才動不久 但我現在已經恢復的蠻快的 在那邊看起來有蠻蠻的部位 那部位就變成熟了 所以我們已經變成熟了 所以我們已經變成熟了 因為脂肪很濃的部位 所以我們一起吃和芥末一起吃 謝謝 這是一個脂肪比較多的部位 所以沾芥末吃 是它的建議 你的大鋪骨真的很好笑 這個是這種形象型的Youtuber 所以沒問題 所以 現在準備的部位 是蠻蠻鯊 是蠻蠻蠻蠻的部位 是蠻蠻蠻的部位 是蠻蠻蠻蠻的部位 是蠻蠻蠻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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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蠻蠻蠻蠻的部位 每個部位的區別都滿明顯 就是 蠻蠻蠻蠻蠻的部位 真的嗎? 謝謝 但是呢 還是我們在這裡公開我們的關係 好沒有熱情 好沒有熱情 其實我們就是在2010年的中友週 但會不會很多人不知道中友週是什麼 就是2010年的台大中友會活動 然後那個時候變熟了吧 所以就是13年前 才19歲的時候 19 對19歲的時候 對反正就是一個活動 然後活動的幹部長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不然大家可能搞不清楚什麼總召什麼東西 對 名產組長 搞不清楚 欸對說到名產組長我今天有東西要給你 欸你還有要給我的 身為名產組長獲得名產是很合理的事情 對那你可能不會不一定會想吃它 我不確定你也吃了 哈哈 謝謝 對身為那個 中友週的名產組長 當初的任務呢就是要把太陽餅賣掉 很少回台灣嘛 就是幫你回味一下 我看一下喔這個 台中老店老太陽堂看到這一部影片呢 記得寄發票給我 哈哈哈哈 台中人收到太陽餅 你喜歡吃慢太陽餅喔 我是還可以啦 我是還可以啦 早上我應該先指定我要吃鹹麥芋頭酥 哈哈哈哈 沒有什麼好還是謝謝 我可以回去跟男友吃 男友還沒有吃過 好那我在免稅店買的啦 OK好 所以可能就是 非常感謝那個 回味一下台灣的食物 欸還有我們的青春回憶 就是19歲的時候 在台大小福間擺攤 擺攤賣太陽餅賣玉頭酥 賣蝦薇派 東瓜茶 東瓜茶是最賺的 能量超高 而且那時候一個禮拜客啊 只有去醫堂 哈哈哈哈 我的教課在顧攤 欸你坐在韓國會不會很容易吃膩的東西 就會我們來幾天然後都吃韓式的東西 我們今天中午吃那個 那個叫什麼 叫阿菇菌 阿菇菌 阿菇菌 就是一種魚類的燉 然後上面有一些什麼蔬菜 豆芽一堆蔬菜 然後就跟那個安康魚這樣子 那好像不是一個一般年輕人會做出的一個選擇 然後想說既然來韓國 就是要吃一下台灣吃不到的東西 然後就查了一下進去 然後那間就是完全沒有任何英文 所以我們就很蠢了 我們就認真就是用Google翻譯 再看到底要怎麼點 然後重點是阿菇菌他也沒有翻譯 他出現英文阿菇菌 然後我們就 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對我們就Google阿菇菌是什麼東西 他就說是什麼安康魚什麼東西 其實是個傳統的韓國食物 好吃嗎 還不錯啦 那下次來會想要再吃嗎 如果有超過三個人我覺得可以點 但是我們兩個人吃負擔太大 因為我們昨天吃那個豬腳小姐 然後我們也是兩個人吃 然後今天吃那個 豬腳分量很大 對然後今天我們吃阿菇菌 他也是兩個人吃 然後我們都覺得分量超級無敵大 就是吃不完 醫生覺得阿菇菌的營養價值好嗎 他沒有什麼澱粉耶 就是飯可以另外點 然後我們豬腳我們也沒有點飯 所以我們就想說 韓國人是流行吃生酮飲食 都沒有澱粉類 就是肉跟一堆小菜的 他們一般最常吃的 還是那種一個鍋 然後配一個飯 就有點拌飯 就是什麼泡菜鍋跟飯 就是他基本會吃的 還有這種韓式味噌湯的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韓國咖啡廳超多的 就是路上的東西 而且星巴克超多 是每年喝最多咖啡 平均一年要喝360杯 那就是一天要喝一到兩杯 我自己試啦 就我一天一定要喝這個兩杯冰美食 像剛剛那個店也是一下去 就吃一下就馬上把你趕走 因為就是他們不會在那個店裡面這樣聊天 就韓國人喜歡吃飯趕快吃一吃之後 來這樣的咖啡廳 然後一邊喝咖啡一邊聊天 我希望台灣的豆花店可以考慮來韓國加盟 因為韓國吃一碗豆花在那個 建大那邊一碗大概要200塊台幣 而且還非常難吃 在首爾其實會英文就可以生存了 就是就好像普遍大英文都蠻不錯 而且國際觀光真的很多 韓國的國際觀光是有認真在做的 就跟台灣比起來 像我們昨天是去那個什麼 草莓馬樂園然後南伊島 然後去那個江村鐵道自行車 我們覺得就都規劃得很好 就是我覺得這部分是有認真在 就是認真在規劃觀光 台灣政府可以選一下 日如我來要授權他的標題全是 草蘭哥我批評台灣觀光 批判台灣觀光局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對我的流量有一些幫助 但是草蘭哥本身是一個流量也沒有很多的人 比上流量女王嗎 你完全無法 今天就邀請到我們頻道遊戲來最大咖的來賓 對 然後我剛才問他說 你們邀請過幾個來賓就只有一個就是我 我就是那個第一枚最後一名 沒有任何人來過 我歡迎大家Fit 對 來韓國玩 想要找YoutuberFit的話可以找他 待定炸雞服務 沒有這個服務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就是歡迎留言告訴我 如果有什麼話想對昌蘭哥 NG重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話想要對昌蘭哥說的 也可以留言告訴他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我的韓國生活 也歡迎追蹤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的粉絲專頁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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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